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痕的粉临新闻 为了好中备的生活严格精彩 也尝试到幸福的气氛 最后的黄蓬果在中心 这次特别邀请老师带大家做出港的草莓大福 真的中备都说 外交界年纪又是第一次体验 大家吃到甜甜的草莓大福 都欢迎跟小孩孩 大家在老师的选择之下 人家包到草莓大福 尊贊到黄蓬果一天照顾中心 这次特别邀请老师 带大家做出港的草莓大福 希望通过的活动 让中备来都玩合适 体验新的事情 在圣堂的住民 已经受到中备的亡露 过去不能做滚 做这个荷家庚很深色 感想很好 这些老人做得很高兴 我们要不要做到这些 不要吃到这些好临 我们今天来这些做这些很高兴 我们吃了这么多月 我们去看人用这些 红豆和草莓 用这些很好吃的 我今天很感谢小姨老师 带来这么好的大培 相信这些老人家 从来没有吃过也没有做过 所以他们今天很好奇 小姨很新奇 就大家都很开心的在这边 有得吃又有得玩 这我现在 我很感谢我们红苹果的老师 小姨 带来这么好的东西 这天的体验课定 透过的让中备的包业料的动作 如果可以训练手机 头外的活动能力 也可以训练贺招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做出港 开港 为生活今天老家的气氛 特性快乐都赢的目标 那我们很开心呢 今天可以来到了水灵红苹果日间照顾中心 好 跟水灵社区照顾公怀据点 跟长者们一起做这个大幅的草莓 那做这个大幅草莓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像在包水饺 在长辈的生命经验当中 但是他有发现说 其实跟包水饺的技巧是不太一样的 除了可以训练长辈们的手眼协调以外 我们也可以呢 增加长辈他们的肌肉 那长辈他们在吃这个大幅草莓 其实在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是比较没有的 在过程当中 他们都非常的期待 那也觉得在品尝之后 也觉得说非常的幸福 那未来呢 我们会持续办理这样的课程呢 来增加长辈们完年的幸福感 这些中备都说 外甲这两个月 又是第一次来提案做草莓大福 希望未来的教育教 可以进行到团圆的固定 让中备吃到劳得到劳得到劳 接着领红别彩方报道